20米比连接车还长 这人伸出手去摸这只动物 从鼻子到尾巴 花了它大约20秒才走完这骇人的长度 数出来几乎半分钟 尾巴你的手顺着某个有心跳 又用黑眼珠往下盯着你看的东西 摸过去来说这样很久 一块迷你的肉 就你 它走得比平常慢一点 当然啦 心脏在胸口扑通跳 鲨鱼牙比它的手大 而那巨大的下颚 牙齿一排又一排 你要是站在它嘴里 你需要有朋友 站在你肩膀上才能摸得到头 这是这男人的宠物 像金鱼只是比较大 一尾巨齿鲨 喜欢吗 这在大约2000万年前 闹得海洋惊恐不安的巨大鲨鱼 1300万年间 这60吨的猛兽 主宰了我们星球上的暖水区 虽然有些人认为 巨齿鲨依旧住在最偏远最深的海洋中 你一直都对古代鲨鱼有兴趣 所以你成为化石猎人 收入也很不错 这些巨大的18厘米大牙 一颗要好几千美金 过去几年间 你走遍世界 寻找这样的物品 生活也过得不错 最近有个老朋友跟你说 有座小镇当地的矿工发现了整组的巨齿砂牙齿 你的朋友说新闻还没放出去 所以你决定立刻出发 一定得在其他化石收藏家听到风声前赶到 你花了几天搜寻河流 小溪 甚至挖掘河岸 在岸上找寻 你寻找镇上新的建筑工地 就在这时 你找到了一个 你看到一群工人 你询问在挖掘地找到化石或大牙齿 是他们 还是镇上其他人 其中一人困惑的回答说 嗯 没有啊 没听过这件事 你沮丧地叫了一台继承车回汽车旅馆 司机停红灯 你注意到前面路上有几辆连接车经过 拖车上写着 全国最好的肉 不许在地的杂货店再进新鲜的货 但这时你注意到 他们都停在远方一个私人车道外面 房子看起来像个庄园 本座房地产由高高的围离围着 大铁门打开 卡车开进去 变绿灯了 司机踩下油门 他从后视镜瞄了你一眼 回答你心里的问题 某个大咖科学家住这 怪咖 很少看他出来 你的直觉叫你在镇上待久一点 不太对劲 一间这么大的房子和保全 也许你朋友跟你讲的巨尺沙牙齿 全都被他找到了 这样看起来 他一定是找到整组化石遗骸 他在墙的后面藏了什么 你当晚睡不着 你痴狂的好奇心 万一把你带到科学家的房子外面 你就是想亲眼看看 围离近看还要更大 而且看起来像是钢或钛金属 这家伙肯定尝了什么 你沿着墙走外圈到了后院 你听到另一侧传来嗡嗡声 像是机器或帮普 大人物配那个巨尺沙的钱 也许有巨大的热水缸 你心里嘲笑着 这结构太高了爬不上去 但你注意到旁边有棵树 你爬上去 小心地抓住墙 你用双手拉着 你的腿垂在另一边 你松开手指 然后 碰的一声 啊 重落地 但进来了 你转身 这时才看到 一座巨大的圆形池 肯定有足球场大 水底下的灯几乎没让它发光 很深 你靠近点 越过边缘 端翔 这时 呦 你在湿湿的地上滑倒 摔了进去 你睁开眼睛 从水里看更大 可是 你这时看到远方有个黑影 越来越近 再更近 不到半秒 形状开始有意义了 齐 眼睛 下巴 橙牌的尖锐牙齿 朝着你来 你吓到定格 有只手抓住你的衣领 把你拉出水面 离你的脸只有几公分 怪兽的尖牙下巴 瞬间咬合 科学家救了你 你震惊了几分钟 一边咳嗽 一边缓和呼吸 你往上看着他 那 那是活的 但 不可能啊 巨尺杀 对 他平静地说 他是个中年男子 黑发中有些花白 他的眼睛疲惫 但却有智慧 奇怪的是 他没质问你入侵的事 他感受到你也热衷于此 反而把故事跟你说了 多年前 他在海洋中做研究 这时 他发现一只受重伤的鲨鱼 困在鱼网里 他需要动手术 所以他把鲨鱼带回实验室开刀 在鲨鱼复原期间 科学家意识到 这不是普通的鲨鱼 这是巨尺杀宝宝 他知道自己无法放他自由 而他也不能对任何人说 如果那样 这鲨鱼将永远无法过这普通的生活 所以他留下它 但随着时光流逝 这本来就大只的宝宝 长大 三米 然后六米 九米 然后再加倍 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池子的尺寸 鲨鱼需要一直移动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 池子得是圆的 如果海豚需要7×7米的空间 他们的尺寸是巨尺差的十分之一 而这个池子 需要至少70×70米的直径 对 只比足球场少一点 你一开始的预估是正确的 为了把水打进去 科学家得要在海边盖一栋房子 但海边的城镇通常很拥挤 海多窥视的眼睛 他对你害羞的笑了笑 因此 他在地底下搭建了复杂精巧的供水系统 这延伸好几公里 让他得以待在偏远的地方 但还是弄到了他装满池子所需要的 400万公升咸水 但最困难的地方是喂食 当巨尺砂漫游于全球海洋中 他以大鱼 鲸鱼 甚至其他鲨鱼为食 要在家里养巨尺砂 呃你需要除了很多钱以外 很多肉 大约一天1100公斤 这是成年公牛的尺寸 他肉都算卡车轿的 巨尺砂是活跃的鱼 它总是在移动和打猎 为了让它不无聊 科学家把肉勾在大机器鱼上面 机器鱼沿着池子油 巨尺砂就一直企图抓它 它的牙在金属上留下明显印子 当机器鱼受损严重 科学家就把它拿出来修理 然后一切再重新开始 可是我现在了解 它需要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我和家人都像爱宠物一样爱着它 15年了 但我需要让它走 嗯 也许你能帮忙 这需要花几个星期计划 但你与科学家合理把鲨鱼 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巨大水缸里 还出动吊车抬它 你把这东西撞上船 航向远离海岸之处 船上的吊车把它放入海中的时候 科学家给了你一颗巨大的巨尺砂牙齿 这拿去感谢你的协助 看着它游走 它的眼睛迷蒙 但这一次 你决定不卖掉 不 这是回忆的纪念品